來看台東觀有個發現有臺灣蚵蟹 一對小伯母在海端鄉的佛島 看到一隻蚵蟹讓外亞社特調 米地牆壁 英國金銅布 這隻蚵蟹讓薯菜也不夠有空水 可以讓蚵蟹開給健康 再來壓海 這也已經是今年的第三天 蚵蟹丟在寒舊的案例 林山海島一對小伯母經過海報 七百多公圈的海端鄉 紅酒喝酒 發現露兵的酒店有翁蚵 提出家協發現是一隻臺灣蚵蟹 又快看 感覺蚵蟹真是就卡在酒店 趕緊通報林業保有數台東分數 既然團隊隨機處理 發現蚵蟹是大丁的特殊含政 修儀書先用嘴子麻醉 加當倒邊前下特殊 又報告地平上完成粗暴減凶 隨轉三告 第一種亞灣亞成黨部救上中心情形 要求的治療 受困黑熊為三到四歲成年公雄 體重約六十三公斤 疑似因物重套手後攀爬到宿幹分擦處 進行暫時的休息 歷時修儀書又一次治療 蚵蚵蚵受傷的道具 也需要一段觀察期 等到規劃健康的押航 台東分數統計 今年到現在已經發生三天 蚵蚵打到套手成功救援的案例 這次發生蚵蚵的品種 以臺灣蚵蚵生態 博物救護是反機會 協助救援的法國每人 能請這次不定的將來金 記者總結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